你現在聽的是懸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長 哎呀你輪轉天來 風濕骨痛好辛苦啊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 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的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姨婆啦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 歡迎各位收聽今集的自然療法與你 那又是我啦 我是Carmen 還有袁醫生 袁醫生你好 是Carmen好 大家好 嗯 那我們今集 繼續發展是吧 那我們上一次就講開一種叫做NLP Neuro Linguistic Programming的 一種的 新心語言情星學 一種的方法 是 我們都講及 這方面的應用的層面很廣泛的 很多時候的人用在商業的層面 是的 但Carmen的自己的興趣 就喜歡用在個人 處理個人的問題 我們都談及 其實很多身體的問題 都很多時候跟我們的情緒的結 我們的情意結很大關係 嗯 在NLP 其實這一個工具 這種方法 是幫我們解決的情意結 是效果非常之好 是的 改變行為、感覺、情緒、反應都可以 是的 那時候在理論上 大家都詳細都解釋過、談談過 嗯 我相信聽眾都很希望 想知道多一些 當然在具體進行方面 因為很多很多的情緒的問題 都是用一種所謂叫做 輔導、心理輔導 大家談的 是的 但你強調NLP其實 可以一切保密 除了談之外 嗯 其實還有一些特別的 獨特的手法 是的 或者你可以給一些具體的例子 跟我們的聽眾分享一下 讓他們可以深一點明白 其實我已經聽了二十幾年了 我了解層面 可能跟你現在最新的 能夠NLP所做的事 可能有些不同 嗯 那說些最簡單的 怎樣可以改變我剛才說的喜好呢 例如 原醫生應該都接觸很多病人 可能對某些食物有偏好 是吧 嗯 而又拿不起信心出來戒 嗯 是啊 就是戒煙 如果是很實用的方法 就是戒煙 甚至乎戒毒 戒煙 用NLP的手法 是不行 有人可以的 但是因為煙這件事 有少少是牽涉到化學的那些問題 就是身體 身體 對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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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數用催眠 即深層一些的 會解決得多少少 會 但譬如 我舉個例子 有人是很喜歡吃 朱古力餅 某牌子的 那我又叫他 即我會叫他感覺的 然後講一下看到 看到朱古力的情境 是在自己的前方 還是下方 身體有什麼特殊反應 那我就會摘下他的感覺 然後呢 也都再問他 他不喜歡吃的食物 那當事人呢 當時就提出 他好不喜歡吃牛雜的 那我就叫他想想 牛雜這幅情境 那他會放 即將兩幅圖畫放的位置 都不同 譬如一個高一個矮 一個就軟 一個就近 也都會是 一個可能是 令他有味覺上的 享受 即是有種懷念的味道 一種就沒有的 那 就將這些 時定竹未獸的感源 我會叫他 重新組織一次 這樣 詳細在這裏 很難交代 大約也是花時 十分鐘左右 那做完之後 那個人 後來講回 就是會不再吃那朱古力餅 是的 一拿那盒朱古力餅 就想起他最不喜歡吃的牛雜 他會把他們聯想在一起 其實NLP搞來搞去的 就是把你裡面的連結 掉了它 即是把你恐懼的連結 掉了它 復過去的 那個連貫就改它 因為有時候是癮 可能你一想起 我聽過有人說是那個公仔麵 他一想起公仔麵的味覺享受 就已經在白街超級市場 看到包公仔麵的包裝 已經想到回到家的碗是怎樣 那個香氣飄進來了 麻油味 這樣 就找方法幫他弄掉了這些連結 這個就不是我自己的個案 但我聽到有人說 我當然很有興趣訪問那個人 因為他告訴我 他成癮到 一衝進超級市場 就是拿20包公仔麵 嗯 是很享受的 他簡直說 一看到包公仔麵 就想起家裡專用那隻碗 要扁平的 因為碗麵快點凍 你說它是去到什麼地步 它要快點凍嗎 要麵快點凍 它要快點吃 要不然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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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做完之後 他說 十分鐘就沒有用了 他沒有再買公仔麵 買的意欲都沒有了 好啦 用回你剛才的朱古力 還有公仔麵 很多人喜歡吃朱古力 因為朱古力是含有 Tryptophan 那這種的物質 是令到你有一種 就是製造你 血清素 是令到你睡得舒服 所以很多高級的酒店 都會製造一粒 製造一塊朱古力 給你吃一下 是啊 所以朱古力其實有一種 有化學的作用在這裏 就不只是情緒那麼簡單 當然甜的東西 都是比較好味道 咖啡的也是 是的 咖啡也是 有些人有些咖啡 起碼可能提神一點 醒神一點 感覺上是 即是有一種叫做 心理系統的 心理上的作用 所以不可以單單講情緒 好啦 那你怎樣破解他呢 你就將他一件好的東西 將一件不好的東西 他歡喜和不好的東西 拌勻去 一想到那件事 他就死了 他不只是記得好的東西 可能記得不好的東西 但你放心吧 不會影響牛雜的 他不會看到牛雜 當成是朱古力的 不會出現這個狀況 當然不是一個幻覺 有一個新的幻覺 即是他不會說 喜歡那件事 帶了一些不喜歡的情緒 他才可以脫掉 但原始不喜歡那樣 不會當成喜歡的 即是你做那樣就那樣 很均真的 就不會將它倒轉了 是的 另外除了戒一些 那麼皮毛的東西 當然你怕老鼠 怕蟑螂 看看你腦海裡的 又是圖片還是影像 上一集我講過影像 我是怎樣解決 圖片我通常會 將它倒轉了 即是找一樣 你歡喜的昆蟲 譬如是蝴蝶 我有辦法幫你把感緣 倒轉它 以後看到蟑螂 你的恐懼度 可能會是8到2 嗯 不會去到0 嗯嗯嗯 即是用一個好的景象 來中和一下它 是的 其實 因為我們的恐懼 通常是後來學回來的 那些媽媽 譬如抱著寶寶的時候 他不會怕蟑螂 其實蟑螂和蝴蝶 對寶寶 沒有什麼分別 都是飛的 不過通常媽媽抱著寶寶 可能看到一隻蟑螂 我們會說 咦呀蟑螂啊 快點走啊 這樣 其實就是你那些什麼 咦呀快點走啊 好噁啊 嗯嗯 其實寶寶看完你的表情 其實呢 人接收語言呢 佔只有7% 整體的意義只有7% 你的表情 語調 是佔38的 那你的 肢體語言 嗯 那些就是再佔50幾 這樣 那寶寶見到你逃跑 那50幾計算了下去 見到你的人抱著 咦呀 這樣那些呢 他又計算了數下去 嘛 你抓得他緊一點 抱著他一起走 他又計算上去 其實我們很多恐懼是學習回來的 所以我說每個人都是非常聰明的 不過我們現在覺得蠢 或者覺得懶的人 是他學習了太多的恐懼 堆積在身上 其實恐懼都是要學回來的 是在腦裏連結出來的 那就是說呢 如果你這樣說 如果一個寶寶仔 第一次接觸小朋友 第一次接觸到 例如蟑螂在地下 而周圍是沒有什麼反應 是給他對蟑螂有一種負面的意識 其實他就應該是對蟑螂 沒有什麼叫做 驚與不驚 是啊 一般就是這樣意思 嗯 但是我記得很多人很怕蟑螂 是啊 因為我們普遍想到蟑螂想起 蟑螂想起蟑螂又骯髒 我現在訪問你也是 是的 袁先生你看到蟑螂想起什麼 你馬上聯想到什麼 就是蟑螂 是吧 是吧 這些應該是公認的 一般人都是這樣想的 是啊 我馬上聯想到 捉我當時做蟑螂的解剖 哈哈哈 捉他 捉他回來 那時候我要自己捉 捉他在蟑螂那裡 來解剖 我記憶中其實很多人都很怕 在家裡也是 我們一進去廚房 晚上一開燈 當然有蟑螂 我住在地雅那一層 很難避 每個人都害怕的 兒子呀 他的同學 每個人都嘩嘩嘩地叫的 那我就要走進去 就幫他 打死了他之後 就拿一張蟑螂 就撿了他 丟到廁所 衝軌了他 所以有時候我覺得 那兒子 我不會認他害怕 因為我不怕的 可能以前有其他人 令到他害怕 那就是有些事情 就不是 譬如你有蟑螂 一看到蟑螂 亂上去垃圾堆 那就是骯髒的東西 就是不愉快的物質 是啊 不是很多人被蟑螂襲擊過 很少的 不是的 但是他怕起來 我舉個例子 我現在對面有個男人 我現在很小 我只有五歲 他戴著金手鏈 無端端要脅我 打我一巴掌 我以後未必是怕了男人 如果我小時候 那一刻痛的落孕 是牽涉到你的金手鏈 因為我眼角是看到你的金手鏈 而我那一刻劇痛 我劇痛當然會恐懼 我翌日看到 戴金手鏈的男人 我可能會討厭 你不知道他那一刻 是喜歡跟什麼連結在一起的 可能那個男人 是游了指教游的舉例 是 你以後見到人游指教游 你會覺得很硬硬 很不歡喜 或者他戴著金手鏈 你可能以後就這樣 痛和金手鏈連結在一起 你不知為什麼 就是這麼討厭 別人戴金手鏈 或者金鏈 你不知潛意識 如何幫你連結 因為你不知他那一刻 將重點放在哪裡 總之那一刻 在這種情況 難不為拆解 是嗎 我有辦法叫他回憶 他真的記不到 你說潛意識做了出來 他根本都不記得了這件事 他都不知為什麼自己害怕 我就是有辦法 讓你憶起你不記得了的東西 譬如你用什麼手法 有什麼工具上 你會大概跟NLP和其他 純粹是語言 語言的說話 我只是用語言 但當然不是我現在跟你說話 的這種口吻 我在麥克風裡 試不出這種口吻 我會很想笑 是一種壓到 很催眠式的口吻 但就不是催眠的深層次 你催眠很多個層次 是很淺層的 我覺得 其實你用企圖 用催眠的方法 不是企圖 是真的 減低他對你的抵抗 是的 企眠式的抵抗 你會叫他聯想 譬如他怕蟑螂 是 我叫他憶起 第一次蟑螂的出現 令你產生恐懼的感覺 是什麼時候 直至叫他慢慢 帶領他去第一次 因為蟑螂而產生恐懼的情境 然後說回 我看到了 當時是怎樣怎樣怎樣 為何會造成第一次害怕呢 原來那隻蟑螂 只是飛撲到你的臉 你那一刻就很害怕 突然其來害怕 是很害怕的 但你大了 看回 我今天三十多歲的Carmen 看回 會笑出來 我見過有些人 會笑出來 他會說一句話 就是 哎呀 這樣也害怕 蟑螂這個例子 其實在我們常生活 你都很多遇到一些人 最大不了叫一下 這樣就走開 這樣而已 是啊 這也是一個舉例 都不是很多人 就會說 哎呀 我去找個醫生醫 從來我都沒聽過 未曾有個病人找人去找我醫 通常是很嚴重的 恐懼到無法工作 恐懼不到日晚一晚發惡夢 即是 即是有種崩潰 這種情況之下 我就處理不少 都幾多下的 那好了 在NLP的過去 你認識到 或者讀到的資料 他們通常處理的事情 譬如有些什麼 即是實實上 就是一個 可以叫做局限 一個限制 一個限制 就會導致人 例如這個蟑螂 或者看到蛇 你有多少機會看到蛇 不是啊 所以這個不會一個 我們的監製都很害怕鹽蛇 是啊 那你見到鹽蛇 是多影響他生活 但你不會說 你不會一見到鹽蛇之後 然後一半天都掃不到東西 不會 最多叫其他人幫你處理他 但他會睡不到 他會驚恐 整晚睡不到 找得不好 見一次就會這樣 那就要遇到 要找些沒有鹽蛇的地方 未抽空 未抽空 搞一搞 當然這些不多 加上我們監製又 不知道為什麼怕鹽蛇 就去住村屋 哈哈 即是有少少 自己找他們出來打招呼 就沒辦法 是吧 但是呢 對於很多感覺 或者我們講講 有沒有試過很多人會出大場面會害怕 上台說話 是很普通的 或者對著上司做表演 即是三五個就夠了 因為他頂頭很多 有股壓力 是吧 出到去就 盛管腳軟 或者講到 打洗裂 這樣 那 這些情形呢 如果他是 我要講明 NLP是需要你自主自動的 是你願意去做才有那股動力的 如果不是我跟你聊天 你是不願意開放 來接納我的訊息的 那我就會做些提問問他 OK 你入到這個情境 你這麼害怕嗎 你告訴我 你面對這個生活壓力嗎 舉例就是 每次星期六開會 見到上司腳鎮 你告訴我 我不會給你一個建議 我會問你 那你如果不想怎樣 又想用什麼去取代這種 那我會引導到他講得出為止 譬如他說 好 我就決定要有自信得來 還有少少幽默感 我舉例 他講了要有自信得來 有幽默感 那我就會問他 你有沒有曾經一生人有一個遭遇 是有試過有自信的 不會沒有吧 我段故一個人 你沒有吃過朱古力 不會想吃朱古力的 你當然是試過好 就發覺自己不好 是 那我就會叫他引起一個 令他很有信心的情景 嗯 然後叫他在身體上面 選擇一個位置 我們這些叫做心毛 就是英文的anchor anchor ok 你當是好像一個勾這樣 是 那就是 我會叫你選擇一個位 通常我們選擇手背凸起的骨位 因為最容易摸到 是 你裝在額頭很麻煩的 是 你沒有理由捉一下額頭才說 別人覺得你怪怪的 我舉例是食指的某一節骨頭 那 ok 他選擇了位置 但我也跟他試了按 按下去 他手指骨的力度 他覺得舒適的力度 然後我就叫他回想那件事 那 他可以選擇 告訴我 又可以 不說也可以 甚至 他可以全程保密 但是我一直會觀察著他 觀察著他 觀察到有些人是眼皮跳動 有些人是會突然間笑出來 他開心那一刻 或者深呼吸等等 總之他會有些異常動作發生 就是那一刻 你要捉得很準的 通常只有15秒之內 還要有個高峰期 最長就是15秒而已 頭痛尾 那你就要立刻按一下他的手指骨 是當事人指定的那個骨位 你不要自己做一個出來 按一下下去 然後可能我會再引導他再進入一次 通常第二次的情緒更高一點 因為那個情景清晰了 ok 再看一次的時候我再按多一下 就是確保這個安裝是比較妥當的 那我就會叫他慢慢清醒過來 慢慢張開眼睛這樣 那然後就 再叫他想一次 譬如明天就開會了 後天就開會了 一想就很不舒服了 是 在他想到最投入 最不舒服 最緊密的時候 我就突發性地按一下他的手 是 那他去做一個調查 看看是否真的成功 然後就裝妥了這種自信的情緒給他 是 那以後他每一次 逛談間我還會帶他遊客花園 問問他今天吃了飯沒有 哈哈 出了涼了沒有 就是你帶他分散他的主力再按 看看那股情緒是否他會馬上回來 他感覺到的 ok 是啦 如果感覺到代表成功了 那他下次再緊張的時候 他就騙著自己的手法來做表演 那種感覺就會陪著他 ok 即是給你 不是造成一種依賴 而是給你安然到 建立那個信心 自自然然 其實這些這樣的道理 就等於你小時候 無意中下 穿過一雙波鞋 咬過茶 以後可能你對波鞋沒有好感 其實是一模一樣的道理 嗯 不過現在是人做的 是你想要什麼 我們建立下去 因為另外聯想去 其實很多種治療的手法 都是企圖用我們的身體的感覺 起碼身體有觸覺 有同樣 那就將一個情緒 跟身體那部分的感覺聯繫下來 嗯 即是說 譬如你有一個好的意境 嗯 跟你的手指被人夾到 或者按一按那種感覺聯繫下來 是的 變成你可以像按鈕一樣 是的 一按它之後 好的意識 意識 情緒 或者信心 可以提一提醒你 是的 有這樣的能力 這樣 其實這種手法 但我看到很多治療的方法都是利用這個 即我跟大家說 George Goodhart 是一個脊骨神經科醫生 是一個很久很久以前 在脊骨神經的領域 開始創立我叫做Apply Kinesiology AK 其實拿我們身體的肌肉 和我們的意識那方面 來跟身體裡面溝通 所謂NLP 身體和心情 那個語言 那個程序的聯繫 其實都是一種比較有系統的方法 來探索 因為創辦那兩個人 我不是說過他學一個治療大師 看他的DVD 那時候沒有DVD 應該是VCD 或者錄影帶 我不知道 總之看他的影像去模仿 就是這樣他覺得所有的 為什麼他要計劃 因為他覺得所有的東西都可以學習和安裝回來 我們白子出生回來 當然有些人說我們是帶著以前的記憶 我不管 總之我們一出生是比較一個潔淨的狀態 其實我們是學了很多東西回來 既然我們可以無意中學習很多恐怖的 我亦都可以重新探索這些恐懼 建立一些正面的東西 是的 原理就是這樣 他們會覺得每一樣東西 我們都可以創造模仿 是的 而且每一個人的經驗 我覺得跟他人的體質性格 他人的個別獨特性格是有關的 有些人遇到很多很多困難 很多創傷 驚險那些經歷 其實都好像沒有什麼傷害 有些人很敏感 他在很不可思議的環境之下 他都會很創傷 譬如我記得我都很多年前 都十幾年前 有一個瑞士的家庭 回來香港度假 他有一個小女孩患了抑鬱症 當時她來看我的時候 我便企圖了解發生什麼事 原來這個女孩 她是一個要求很高的 一個很如美主義的孩子 很像我 那他有一次 那不是好事 我說話說話 然後就不希望知道 我便說這些人很大壓力 好了 那他的問題是怎樣出現呢 他有一次是學巴黎舞的 但是他在巴黎舞 他那個人是比較 有一點點重 看上去他又不是覺得很肥 但你看他的骨頭是重 變成他那個老師 有一次就這樣 他就說批評他 某某人不說他的名字 他就說 你看看你 你為什麼你還這麼肥 你還這麼肥 你還這麼肥 那他這句說話 一聽了之後 他就自自情緒低落 什麼都沒有心機 吃也沒有心機 什麼都沒有 一個老師其實很無意 他可能想鼓勵一下他 其實他不是真的想批評他 說他一句 在一個這麼敏感度的人 他接收這個訊息 對他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創傷 他自從那次之後 他就不想吃東西 情緒低落 什麼都不想做 直至到他回香港 見到我之後 我了解了他的病 重點在哪裡 然後我就用了一劑療劑 一劑 一劑 二八師的Ignatia 這個Ignatia這個療劑 就一劑搞定了他 然後他每次回來香港 他都來探望我 多謝一下我 他自從一劑 其實治療的工具其實很多 在同學理法 我也是用很多這些 我也很了解 很多人的身體問題 尤其是情緒上的問題 背後都有一個轉捩點 那如果你找到那個重心 而能夠找到療劑 去幫他化解了他 效果是很驚人的 那這個是大家 很多人的共同經驗 現在越來越多人 是認同這件事 包括我跟大家說 在網上有叫做 German New Medicine Dr. Hamer H-A-M-E-R 是一個德國的 那個 那個 Oncologist 癌症科的專家 那他最後的結論 發現大部分癌症 背後 都有這種情意 嗯 那剛才 袁醫生說起 跳舞那個女生 被人說了一句肥 那我推黑 我推斷的這個 因為肥 對一個專業的舞蹈員來說 其實等同了很多 就是他不是 可能是不適合跳舞 或者他的前途受到限制 就是他通常會把身形 連結了很多東西 所以他才會這麼 不愉快 那剛才 你又提到 有些人在很惡劣的環境成長 都頂得住 那我自問我也是一個 極端惡劣的環境下長大 是 但其實 我是死定了 就是我今天看回知道 是 以前是因為 那當然好過癡 好過入了黑社會 悟有歧途 是 但是其實 一枝箭這樣 駛行雞這樣衝 我以前是很敏鎮 很暴躁 很 很瞞不講理 就是 為了保障自己 繼續有力量 向前 是 是 所以我不是只看結果 那個人有沒有走歪了 是 是真的改善那個心理素質 當日我被人帶回去看我小時候 我是一種釋懷的感覺 就是好像一種長大了 我重新用另一個角度去看這件事 不會再以前覺得 為何我這麼可憐 那麼什麼 加上我有接觸其他的書籍 那些 那 我會覺得其實每個人 是受他小時候的影響很大 是 不過我們說到這段時間有差不多 我們現在先休息一下 是 我們稍後下次回來再聊 好 我們平時喝的水 都充滿了重金屬 雜質 錄氣 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訊息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資源 健康之全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 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好 好了 休息了一會兒 又回來了 對 你曾經都說 你曾經都說過 我聽來的簡直是不可思議 但你笑得很開心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但我永遠都是這樣 既然一個人已經痛苦 陪伴她的痛苦 是沒有意思的 笑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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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走了就算了 我剛才告訴你那個女孩子 那女孩子其實現在今次今次 就是這位 因為拿了博士的學位 在銀行裏面做 隨事人都做銀行家的 就是你看到她 我相信在她的情況 她肯定不是像你 你的童年那些 這麼多款 她是一個很愉快的 爸爸是醫生 很多家庭 很多兄弟姐妹 每年都回來香港度假 所以她的情況是 只不過她是 在那個撒那 她的身體是很敏感的 當然在你的情況 如果你不斷接受這些 成幾年都是這樣的時候 你肯定有一種方法 可以制衡她 十幾年 十幾年 就是抑壓 抑壓 再操動力 再一聲爆 但其實你會一次比一次累 即是衝到行 對 跟旁邊的人都火拼的 你想想 一個人長期抬行雞 是不是很累 所以是很難過的 所以其實 個人為何要搞這麼多事情 NLP還可以做到很多事情 但我反而想跳一跳 要說一說 如果我們小時候的成長 是這麼重要 做父母的 是否更加應該 想一想要怎麼對待 我們的小朋友呢 原來我們每一步 每一字 每一句 你都不知道 對他有什麼影響 是的 尤其我們 罵小朋友呢 我嘗試模仿幾句 我特意緝錄下來的 是 我們很喜歡用催眠語法 罵小朋友 大家都不知道 其實大家都是專業催眠師 噢 噢 有些罵人的時候 噢 我緝錄了一些 大家最常常用的語句 我可以告訴大家 這些語句 是強而有力地進入小朋友的腦袋 例如 我說 我知道你這輩子都沒有用的了 我知道你這輩子都沒有用 其實可能他只是今次沒有交功課 或者今次考試肥了腦 嗯 其實小朋友聽了 是很傷的 還有這種說法 一些很空洞的說法 潛意識是收得很足的 又或者我們說 讀不成書呀 就這輩子都黑色的了 你讀不成書呢 這輩子都沒有前途的了 或者你嫁不到一個有錢人 我們這些註定一輩子都窮 這輩子大家一定有說過或聽過 又舉了一個例子 噢 你說謊 那就表示 你多麼不愛你的家 你多麼不尊重我 你什麼就等於你什麼 這些等同 她說了一次謊 是等同不尊重父母呢 或者我們會說 你不說謊 那我就不愛你了 就是 一定有說過的 這麼多當然是中一句的 又或者會說 你正在做的事 譬如喜歡玩音樂 不喜歡讀書 你正在做的事 在社會根本就沒有價值 你聽到這些語句全是空洞的 其實沒有主體的 什麼叫社會的價值 嗯 哪個定義來的 是的 那又或者 就是 說一些更加惡劣的 可能說 我生一塊叉燒啊 好過生理啊 是的 就是我們這些 我不知道聽眾有沒有同感 有沒有聽過類近的話 嗯 是的 其實是很傷人心的 是令人收得很快的 嗯 幸好我一想 如果你想一下我小時候 我們家裡 罵你 說你那時候 通常是教你的 就是教一些東西的 譬如我記得我小時候 我什麼 這句說話呢 我為什麼要說呢 因為 跟著有一系列的書 很長詩的書 嗯 其實她說那樣東西 當然我媽媽經常教我們 那句說話 是什麼來的呢 很簡單 她說懂得賺錢 不如懂得儲錢 嗯 你看看 就是窮爸爸 傅爸爸 嗯 整個系列書 其實只是說一句話 懂得賺錢 不如懂得儲錢 嗯 有些人很懂得賺的 但是不懂得儲的 洗洗洗洗完 那其實我小時候 我能夠記憶之中呢 都有幾句是這樣的東西 那其實這些 是她精簡的 我記得我姑娘 講過給我姐姐聽呢 其實做人呢 最重要是第一桶金 最辛苦是第一桶金 你多賺第一桶金之後呢 跟著就錢賺錢 嗯 我記得之中我們 就是被教訓 通常是給一些精簡的 精具講你 其實是真的 是吧 最重要是不要老來 受辛苦 是吧 笑壯不努力 老大圖相悲 我記得老爸呢 有時候都是用這些 上海話這樣說的 嗯 那我記得他罵我們的時候呢 其實你知道 寧波人罵東西 是罵得很厲害的 嗯 當時我們小時候 可能都不太明白這個字 那現在想起來 哇 原來這麼惡毒的 這樣都罵得出的 什麼來的 死肥 死肥 肥肥 他講上海話 整個都不知道 就是肥屍 我們以為 聽到就算了 但現在我們翻譯到 嘩 罵你死肥屍 是啊 可能有時候 難得你太絕了 你都連繫不到 就是沒有所謂 沒有創傷 斷了 有多少時候 你會成為浮屍 有時候 哇 我小時候 不是啊 寧波人的口很厲害 石骨鐵硬 石骨鐵硬 好像石骨鐵硬 你很厲害 你很厲害 硬不硬 石骨鐵硬 石骨鐵硬 寧波人的手很厲害 認得很盡 我小時候 我聽過這些 罵東西的時候 剛才說的那些說話 除了盡量 大人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緒 你這樣罵小孩 其實對他有什麼益 你能教到他什麼 你說他像個叉燒 對他有什麼幫助 其實主要是我們 個人想宣洩情緒 最慘我們其實這些說話 不只罵小孩 可能我們長大了 拿來愕然相向對我們的父母 嗯 我沒有這些福分 我不會這樣說我自己的小孩 我和我女兒感情很好 但是這些說話 我有說過 就是什麼 是以前對伴侶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對伴侶會這樣 我會說 你不打給我 就是不緊張我 嗯 是 你不接我 就是沒有在乎我 這些理論不知道從哪裡來的 我現在回憶回 嗯 但是其實很傷感情的 就是無論小朋友 小朋友更加固自然 其實是我們帶他來這個世界 嗯 我們沒有給最好的東西 他還給他一些這樣的資訊 是否稱職的父母 是 婚姻關係 嗯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說話 除了這些 可能你聽到很容易說自己沒有說過 但是有些更加多的 是我們說話很喜歡不用我字行頭 用你字 嗯 譬如你做了一件事很自私 其實是我看你很自私 我說過每個人腦裡都有自己一個地圖 這個世界我們各自看都是很不同的 是吧 那我其實如果真的恰當地表達自己 我應該是這樣說的 我會說 我覺得這樣做 就是我看到你這樣做 我很難受 我希望你怎樣怎樣 這樣是你會提供了一個方案 給別人知道你的感受 和理想怎樣 但是我們一般一句就插在別人的心口 你這麼自私的 你這麼壞的 你有遲到啊 你有沒有搞錯啊 甚至我們可能會更惡毒 你是不是想死啊 你是不是怎樣 其實你看這些字句裡面 完全沒有解決方案的 還有是將那個波 徹徹底底地推給別人 如果你覺得別人遲到 你可不可以換轉個方式 說我想見到你下次準時 我覺得守時很好 那你是提供到解決方案 為什麼我提出這個問題呢 就是如果我們父母 不至少教育小朋友 去想一些解決方法 你只是指責它 你不要很具體 很仔細地教它怎麼做 我剛才說 可以裝一些心毛 即那些ancher在手指背 是植入一種情緒 那樣的 亦都可以同樣 是裝在手背的四個骨 那裏 我們這些是叫做 通常是處理一些事 要有四個步驟這樣做的 那我曾經見過有個男士 那他就是想跟媽媽好好相處 那他就提出就是每一次跟他媽媽一溝通 無論是電話 談電話還是短序 見一見面 他說他就很快就動氣了 因為他媽媽很暗沉 很囉嗦 溝通不到 但是他心裡很疼他 就是因為一直溝通不到 有種心結 你既疼那個人 又跟那個人不斷有衝突 我想這種場面 很多夫妻 情侶 父子等等都會出現 是嗎 那好了 他說結果是 當然是炒 炒大鑊 吵架 是不是 那好了 我就問他結果 如果你不想吵架 又想怎樣 那他就會說想好 想和平相處 其實要他說得出想和平相處和想好 都要花費一兩分鐘和他糾纏 因為他只是知道自己不想怎樣 因為我們習慣了指責人 你自私我不想你自私 那你是想別人怎樣 所以只是叫他不想吵架到想可以怎樣 他已經糾纏一會 那我說 你想想如果我有四個步驟 由第一個步驟是你很生氣 去到立即和平相處 你試試做個思想實驗是可不可能 不可能的嘛 嗯 你動了氣的嘛 是嗎 那好吧 那我說你試試再想 中間第二三步 你可以做什麼去 一步一步去到第四步 第二步他想了很久很久 才說嗯我應該冷靜下來養自己 好了冷靜下來 你都很難說馬上跳到和平相處喜悅 那又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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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久才想到第三步 原來就是我感恩 無論我媽媽多暗沉 他都養育我 嗯 他都把我苦育成人 帶我來這個世界 嗯 初一開始還可能要寫第三步 是希望怎樣怎樣怎樣 你猜一下一個人解決 這麼雞毛蒜皮的事情 嗯 又和媽媽衝突到怎麼和平相處 你簡直說幫她 裝了四種按步驟班的情緒 下次一再和媽媽衝突 就連鎖式地一拔這四個骨 提醒自己 一步接一步是怎麼做 我可以告訴你 一個這麼細微的解決方法 原來你叫人想解決方法 是足足用了超過十分鐘的 這麼小的事 嗯 不要說人家大型家庭糾紛等等 是 我們為什麼這麼沒有習慣 是想怎麼解決問題呢 我們通常想是怎麼逃避問題 怎麼指責他人 怎麼指出問題 但沒有解決方法 是 如果沒有解決方法 你指出和不指出有什麼分別呢 你再捉住你對面的人 罵他二百次 你都是沒有解決該個問題 是 是的 亦都可以做這件事 其實 很多人在做的過程 都沒有裝 已經落淚了 嗯 一來你牽動到他對媽媽的懷念 一來其實他都會痛苦 嗯 他那一刻才知道原來自己幾十年來 根本就只有一個怨字 嗯 你沒有去想過解決方法 這個只是冰山一角的例子 是 是的 我想帶出的就是 我們其實教養小朋友是 你與其罵他為什麼不說 阿女我如果你這樣這樣就好了 嗯 或者我想你這樣這樣這樣 好過你說 嗯 你都沒有用的 你這麼笨 你不覺得我隔壁三姑姐一個兒子好 沒有意義的那些說話 是嗎 是 那我又不想一美彈 另外如果同樣用催眠語句的話 我又可以怎樣哄小朋友呢 在我這裡舉幾句 譬如我會跟我女兒說 我女兒數學一般的 不過不失的 我會跟她說 嗯 我知道你接下來會更好的 是嗎 嗯 即你是後面加個問號 來問他 給他一個開放性 即是 而又不止明有多好 是 總之我知道你一定會更好的 是嗎 即是你對她是一種信任 亦都是一種鼓勵 是的 即是同樣都是催眠語法 譬如剛才我說 你不理就是不愛我 是嗎 那我會轉頭和我女兒 啊 你是我的女兒 我已經覺得很幸福了 即同樣都是 催眠語法 你可以是 大家很融洽相處 亦都是可以造就到大家很惡劣 是的 那 如果你想想一個人 不是帶著那麼多恐懼的連結成長 他長大了又用什麼來 找什麼 找不同的治療 可能找完醫生 療劑 我不知道 很多樣東西 或是NLP 你用什麼搞那麼多事情 改寫個人歷史 又要改寫父母的影響 嗯 又要重新搞過了 不知道小時候 因為怕些什麼 我有一個個案 以前導師做的 我的印象很深刻 我也有跟袁醫生分享過 有一個人 我推敲他可能也有三十幾歲 他說他跟我們說 經歷過一件很大的傷痛 是在二十幾歲的 那件事令他覺得自己沒用 很低潮很失落 那他很指明想解決二十幾歲那件事 但是因為通常有很多很重大的傷痛 其實那個結 第一個領域 通常是形成在零至七歲的 因為那時候是最脆弱 最小朋友的階段 那他堅持是二十幾歲那時候 那當然有辦法 一路一路叫他記實這種感覺 要先感覺回這種痛 然後帶著這種痛 你感受回第一次發生的是什麼事 原來 竟然是早在他四歲那一年 他自己也差點忘記了這件事了 有一次他跟一個嬰兒一起玩 是他親人來的 玩玩玩玩得很開心 嬰兒小時候還在坐學行車 他們住村屋 樓下有人按鐘叮噹 他開了家裡閘 很開心地走到地上開門 誰不知當他步向走上三樓 還是二樓我都不知道 總之走上上一層的時候 這個嬰兒竟然踩著學行車走出來 當時四歲的這個嬰兒很害怕 梅子會哭了 她看著她就沖著櫃子櫃子 準備步驟 寧 aside了 嬰兒就踩了嬰兒 幸好她是怕不懂得動,她就頂住了寶寶 否則會造就一次很大的傷害或生命危險 甚至因為很小 當時大人是怎樣處理這件事呢? 當然是紮罵和打 又說她沒有用,差點導致堂妹受傷 她就在那一刻,那麼多大人一起指責她 你沒有用,是你累到人,是你什麼 差點弄死她,很大件事 她就是帶著這種罪咎,看不起自己,覺得自己沒有用 因為她又被人打,其實她已經很驚嚇 對一個四歲的小朋友來說 那種驚嚇,那種情感已經足夠連結了那件事 還要被人打,還要喊鬧,還要自己也愧疚 她面對了她,當然不止二十多歲那件挫折 其實她帶著這種愧疚,看不起自己是經歷了無數的事情 做什麼都覺得自己忌不如人,不好 只不過二十歲那一架,是她複得更加重 你用獨,用到有一天是獨發身亡 原來是她沿途說這件事出來的時候 已經是不斷落淚 她沒有說二十多歲發生過什麼事 由始至終到現在,我也不知道 但她已經是流淚流淚 你們會奇怪,可能會問我 你解決了四歲那件事 你怎知道她二十多歲是不是沒事 我可以告訴你,我們會做一些調查 她之後再看二十多歲那件事 她覺得是沒事了 色壞了 其實我們會帶回她 譬如我舉例,我不知道那個人準確年紀是多少 我當她三十五歲 她看四歲那件事出來 她是因為抽離地看 第三身的角度去看 她是落落的,突然笑了出來 她說,其實這個小女兒是可愛 她只是貪幻 她只是天真無邪,不適性 嚇不夠危機 即是她大了去看,就釋懷了 不會再覺得自己是罪人 累死人 是的 是的 那是她的人生都不痛了 那當然我們人生 其實我想成千上萬一結 但如果解到一個 其他會鬆綁很多 或者先解一些重大的事情 是的 所以還有太多個案可以分享 不過我覺得很多的事情 都是我們無意中連結了一些恐懼來造成的 所以我說我們學習很厲害 有一種說法 即是無論發生什麼事都好 其實關鍵就不是那件事 是什麼事發生在你身上 是你怎樣看 是你怎樣的反應 是 那你可以選擇一種積極的反應 亦都可以用一種負面的反應 所以其實有些人一生裏面 即是有些人很奇怪的 一生裏面經歷了很多很多事情 那譬如我也聽過奧巴馬 奧巴馬其實他的家庭的背景 即是可以這樣說 不是一個很完美的家庭成長 是吧 他就是一個 即是可以說 不是有一個爸爸媽媽 我知得不多 那他爸爸一早就離開了 即是遺棄了他家庭 那他媽媽又再轉嫁 接著他又由他那個祖父來臭大 那當然有些人說 其實祖父可能都提供一個很溫馨的家庭 但是每一個人不可以說 你怪責你的父母 或者怪責 當然你可以怪責 但是對你來說 不會有些什麼好幫 即是不會幫到你 始終你要你做一件事 是真真正正的來幫到你 始終對你來說是最有益 沒有人想做的事 對自己都是於事無補 對自己無益 你剛才所講的例子 即是我在同學療法 我立即會聯想到 即是當時他的症狀 叫Rubric 同學療法的資料庫 我叫做Ailment from Humiliation 即是被了羞辱 以及是一個guilty feeling 即是一個shock 即是當時他肯定看到那個情境 是一個很驚嚇的一個shock guilty 其實很麻煩 然後就被人羞辱 即是在我們的同學療法裏面 即是我們會找一堆療劑 即是有些症狀 我叫Rubric 如果這個Rubric裏面 是某一個療劑 是經常出現的 那我就會考慮 用這個療劑去解這個情熱結 我自己都有 譬如你 如果你看回這個資料 你找到聚述的情境 那我會想著一個療劑 療劑是那個Satthesagri Satthesagri 男同的人 是男同的人 就是用解了他的結 我自己也有些經驗 我也處理過某個病人 他是一個博士 但他的問題 就是很多很多的情緒低落 他會有很多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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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我們通常都要一個小時 會取個個案 讓他了解那個背後 發生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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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找個重心 即是在我們的醫療裡面 在我的處理的手法 我通常就會企圖找一個重心 即是那一把重心 他會有很多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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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終很多人有很多症狀 如果你每一個症狀去處理 你很難找到一個正確的工具 去幫得到他 通常在我們的分析的手法 我們要了解那個重點在哪裡 即是因為這件事 就導致那些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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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其他那些是不是一個重點 那我就要找一個重點 那重點即是說 如果我拔掉這個重點 是不是其他東西都走了 如果我能夠找到這個 掌握到這個重點 那我就由那裡落藥 效果就會很好 我亦都記得有很多年前 因為這個病人經常都寄一張卡給我 見親臉 他也感謝我 他說我相信是你神賜給我 來幫我受的 即是他一生都是受到這個困擾 那最後我發現到 原來他小時候是家庭 他爸爸就是聖叔這個他們的 成家都有的 那他就這種這樣的痛苦經驗 又羞恥 又說不到給別人聽 那就令到他沒有辦法面對 那結果我就用了一個和他療法的療劑 蘇爺這個療劑 我就給了他之後 他就立即就好像說 動一聲那樣 立即毛膝頓開的感覺 他就立即回去他本來的國家 是處理了他爸爸的事情 在警察局告發了他 因為他爸爸當然不只是傷害他 是傷害其他小孩 那他就一個一個地做了他 認為他老了應該做的事 那他跟著整個人都改變了 開心了 然後又生了十元仔 那你也看到 在我們的工作治療經驗 其實真的真的很多病 都是某一個情意結結 那這個心結如何出現呢 那就是作為一個父母 當然希望我們將來的子女成在 起碼不要讓你這麼多麻煩 起碼他們自己開開心心 那很多香港的家長 都很在這方面都是很留意的 因為始終現在小孩子少了 他都會去上課程 包括我自己也上課程 你剛才你說的那些 我以前讀上課都教我們了 即是怎樣用第二階段 他講的時候用什麼語氣去說 即是他用另外的字眼 其實很多家長都很留意這件事 如果能夠做得到 即是在自己的能力範圍 儘量去做 現在的心結真的很聰明 有時我處理自己的小朋友 我兒子十五歲 在英國回來 去英國一年真的令他成長很多 你知道現在的腦袋很快 真的很快 你試一下叫他教你電腦 你就不用慌了 他幫你做了 即是免得教你 幫你做了就算了 有時你會覺得 兒子為何你這麼無耐性 他一句說 爸爸是荷物 我希望怎樣做 其實因素很多 大家作為一個 每個人都希望 在自己的小朋友 能夠快樂成長 如果大家自己遇到一些 有什麼問題 不開心 或者健康上的問題 其實我們都是有很多 有效的工具 就算你是不小心 走多一些藥物的方面 越醫越深 其實記得 在這個地球上 有很多自然療法工具 可以幫助大家 那好吧 今集的節目時間又夠了 我本來還有很多 有用的語言技巧 都不夠時間講 將來有機會再講 那我們今集的節目時間 這裡真的差不多了 那好吧 各位再見 好拜拜 拜拜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 同類療法 和碗腸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 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起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NATURAL HEALING.COM.HK